台湾人疫苗 几节带你来关心的是非洲猪瘟 现在恐怕流窜全台 特别是很明显的已经流进了云林 因为有三家商店坦诚 他们确实有进货而且转卖 甚至于可能我们都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云林议员 来到这部现场 这就有人给你举报 在那人举报的时候 那时候是在七月的时候我们就正式 我们的正式是由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的管区 听到吗 由管区来成立侦办 我们就开始要开始用了 你知道一个管区 一个警察的一个官区 他去到中正基点 要去给他资料 甚至去给他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管区 你怎么知道机场的人说你来不做什么 所以就第一个 他在侦办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什么侦查队队长 是什么刑警大都不是 就单纯是一个管区小派出所去侦办的 然后他弃而不舍 你要知道一个弃而不舍的一个年轻小警察 一直用一直用 他用到后边的时候 七月份举报 举报的时候 他一踢一踢的 一直在跟监 跟监到最后在八月 听好 八月十三号 八月十三号那一天 确定已经有货出去 有货出去 到了八月十八号 我们才跟检察官申请所谓的 所谓的所谓票 才开始要把他抢 八月十九号抓到 八月十九号抓到 那一天马上化验 八月二十二号化验出来 所以化验出来的是八月二十号 就是八月十九号抓到那一梯 他就呈现阳性反应 结果我们中央的官员 既然甩锅 甚至不敢面对 跟你讲了一句话 讲说这是台湾首例 然后全部七十一公斤 全部销毁 如果是首例全部都销毁 干嘛各县市那么紧张 所有都成立所谓的专案 开始稽查 开始一直在插取流向 这就告诉你 早就进来了 而且我们网站在 环维区在找的时候 这个是在一月份 就在网站上面开始贩卖的 那你知道多难吗 而且越南母女说 他们已经走私长达五个月 既然他们走私长达五个月 我们抓到的这七十一公斤 就不会是首例 没错 但最困难的是什么 这是被抓到的首例 最困难的是 他全部都是在脸书上网上贩卖 你敢知道我们的警察 看有这个越南字 全部都是外南字 所以你要有越南字 要去突破 不过我们因为我们乡下我们亡家 我们外籍移工外配新娘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在装乡下的话 是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杂货店 那杂货店是谁要卖给谁的 譬如说我在菲律宾 我要买菲律宾 所以我的杂货店里面就都是菲律宾的东西 如果我是外南的 我就都要买外南 这样你听不懂 所以我们的流向是在哪里 是在这些杂货店里面 确定查到说 有这些货品在架上 在买他们这些移民的粮食 所以如果说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是说我们新闻在做法 要大家说清清楚 没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参与 因为大家保家说 变得影响到我们的参与 这是我大家要大家说清楚的 好 因为 你玩得很欢乐 你说你是主努府 想到 二十几年前的口提议 真的没法买买你 这我就再说一下好不好 您说八十两年的时候 那就是我刚才在军党的服务 我第一个认识是什么 就是来扑杀助资 你知道那种是第一次面临到口提议的时候 各位观众观众朋友 扑杀怎么扑杀 你叫阿兵哥去扑杀不是去穿得担 给你抹袋 抹袋就是女棒 叫你去讲豬 你怎么知道豬家讲不懂 豬家一直撞 人家也会惹恐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你是用女棒活活把他打死 对 没错 结果你在用女棒打的时候 打到人 心里一定要接受辅导 第二次我们再去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杀猪 第一次面临到不知道怎么扑杀猪 第二次我们去的拿的是什么 放血刀 到了第二次放血刀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甚至我那时候的指挥官 我那时候的指挥官 就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市 兵议局局长傅永茂 我当场跟他讲说我要抗命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敢抗 第三次才用军衣 用筑衣给他做好事 你知道吗 在民国八十六年三月份开始口梯爆发的时候 我们刚才在水上云林之间 我们扑杀了多少的猪子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再讲一声 如果我们的非洲猪瘟 真的在台湾悄悄的已经感染下去了 只要一丁有一只就是全数扑杀 就是全部扑杀 这个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你怎么知道 你制造的不只是猪资的数量巨减 而且环境 而且社会成本 而且整个要复建的工作 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我们在民国八十六年 发生口梯爆发之后 你怎么知道我们多久 到了民国一百零七年 我们的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开始慢慢说 我们可以拔针 在民国一百零八年七月的时候 我们拔针成功 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猪资 这可以损失 可以出口出去 不是不可以出口 全世界都规定 只要是疫区 你只要是口梯疫 或者是非洲猪瘟的疫区 你们的猪资 全部猪肉是不准出口的 真的是一夜血泪史 我们来看 当时是一九九七年 口梯疫大流行 流行四个月后 全台湾的三成猪资 都被铺杀了 当时铺杀了 三百八十万七百四十六只猪 但我不知道铺杀的过程 竟然这么样的残忍 我们的猪价 从每公斤四千块 一度跌破千元到八九百 等于是成本的四分之 真的是 不如给它放生 据说那时候有人 干脆把猪给放生了 我就不要养它了 因为我养它 我将来卖 还没够本 还要了解 我们因为口梯疫减少了 五千养猪户 我们的外销五百亿泡汤了 我们的产业界 损失了高达一千七百亿 经过了口梯疫之后 在之前我们全台湾 一年的屠宰市 一千四百三十一万投猪产值 高达八百八十六亿 当时还出口到日本内 想不到口梯疫之后 目前我们全台湾只剩下六百万投 就知道一场口梯疫 那对整个猪农来讲 对整个产业来讲 是一场多大的浩劫 那么现在非洲猪瘟病毒进来了 我们就很担心 千万不要大流星 不过我们回来先问 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刚刚其实议员也讲到 那人吃下去不要紧吗 我们人如果吃到会怎样 非洲猪瘟是不会感染人的 刚刚王医言说 人吃下去没紧 但是在那里吃下去就不行 在那里吃下去就 我们人在做食吧 做食就让他吃下去没问题 做食就没紧 所以这个非洲猪瘟 事实上这次说 从越南走失到快要五六个月 走失到整个全台湾 都已经有这样种走失的肉在流窜 这个实在是太荒谬了 越南这个国家是怎么样 是亚洲第十 中国后来蒙古国 第三个就越南感染了 越南养了差不多两千八百万多 它感染的非洲猪瘟 几乎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五十 那是很严重的疫情 非常严重 所以你从那边带进 这个所谓的肉制品 一定都会有 有这个非洲猪瘟的那个 它很可能感染出非洲猪瘟 使到它把它做成这个香肠 做成腌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非洲猪瘟 现在刚才王一元讲的 这个如果非洲猪瘟 真的进到了我们的猪场 那这个台湾养猪的人 是一个灾难 因为我们去年 刚刚把口蹄干掉 那你现在又来一个非洲猪瘟 你知道现在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今天在1921年 在肯瘟出现 今天2021年 刚好一百年 一百年中间 你看多少科学家 在研究要怎么样来医治 这个非洲猪瘟 怎么样来制造疫苗 都制造不出来 也没有医治 到现在都没有疫苗 都没有疫苗 疫苗没办法做出来 因为这个非洲猪瘟 这个病毒非常奇怪 你把疫苗打进去产生了抗体 它没有办法杀死非洲猪瘟的病毒 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冠肺炎 我们产生了抗体 它可以杀死 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 这个非洲猪瘟的这个病毒 非常的顽固 而且它怎么样 它对环境的适应力非常强 那今天很侥幸 老实讲 王爷爷刚才讲 这个事情从二月到今天 我们老实讲 可能没有去感染到我们的书场 有的话早就爆发出来了 那今天因为你在这个 腌制的这个肉品里面 事实上这个非洲猪瘟 还可以存活一个月以上 所以老师在那个香肠 肉干 这些经过腌制的肉品或火腿 它还可以活 还可以活 因为它没有煮过 它只用盐 比较高浓度的盐 去把它腌制 据说腌制品还可以活140天 140天 就是至少是两三个月这样子 那冷冻猪瘟可以活1000天 真的非洲1000天 冷藏肉的话 你放在冰箱 可以活是三四个月以上 还可以活三四个月 所以你如果走是这个 新鲜的这个猪肉的话 那非常危险 那当然你这个 把肉冻在那冰箱里面 它可以活三年以上 活三年 温度越低的话 它的病毒存活越久 老师刚刚谈到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疫苗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我看过报导说 甚至于呢 疫情还因为疫苗而来 有这种情形吗 据说因为口蹄疫的疫苗 那个活病毒 结果后来变成了大流行 口蹄疫是这样子 口蹄疫我们是因为 从中国走私这个 活住进来 那我们台湾发生这个口蹄疫呢 是非常奇怪的 一个病毒株 它是只有能感染株 那口蹄疫是可以感染株 可以感染蚂蹄类 牛羊鹿等 但是台湾这株呢 1997年这株呢 是只有感染株 就是中国用这个火蹄的病毒去寻化 想要用做活毒疫苗 就他那时候想做疫苗 对对对 那你现在就讲到非洲洲恩 西班牙 在当时1960年发生的时候 他们也想做用活毒疫苗去控制 活毒疫苗 一打下去 整个国家的那个诸多感染 这打疫苗反而造成大感染 反而造成大感染 对 所以现在有人在讲说 中国想发展这个所谓新冠状 新冠肺炎的这个 这个弱毒减毒疫苗 我认为这个非常危险 但是这个非洲洲恩是没 到现在都没办法 你看这个药厂 投入多少的钱 多少的进步的药厂 都没办法发展出这个 这个非洲洲恩的疫苗 但是中国说他们已经在研发 快完成了 一旦感染之后只能扑杀 只能扑杀 因为你没有扑杀的话 他活不了 那你扑杀以后 这个猪肠可能要三四个月 都不能再养 你如果再养的话 因为病毒在里面 一下就又感染 所以这个非洲洲恩如果是真的 到了我们台湾的时候 那我们王预言知道 这个台湾的养猪呢 很可能会 不会崩盘 你看你刚才 我告诉你 我们本来有一千 一百一百 一千一百多万头嘛 现在才五百多万头而已嘛 只剩六百万头 只剩那一半啦 那当然因为这个养猪在台湾 的一个密集地方呢 养猪这个产业呢 事实上它污染多 但是养猪如果你不养 它就不污染了 对不对 王预言 现在的科技的养猪法 是不会污染啦 大家终于很教授 那种规定的 这次为什么会进到台湾 就是走私嘛 问题是呢 说实在啦 这个走私嘛 实在我们实在有九龙说的 它是大辣辣喔 它还不是什么 蜜蜜头头进来 它是大辣辣 坐飞机十个月 还经过我们的X光机 我们的X光机还没有验出来 这是不是很厉害的 我让你说明一下 我们这次抓到这个越南母女 走私这个肉品 那验出有阳性的非洲猪瘟嘛 但是我讲实在的 这就像你去中国台湾的时候 很多台湾说我经常在中国台湾 我吃的就长寿香烟 我吃的就台湾的边缘 我说你这都来 也是走私来 那这走私其实每个地方走私 它是经过机场的X光机 通过进来的 所以我说要跟你说这个 X光机看我看就好了 一天在台湾平均每天 他们现在包裹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新住民 东南亚以越南居多 越南里面分胡志明寺 河内还有中间有一个叫中越 这三个地方 他们有很多岳佩 嫁来台湾后有了身份证 有了身份证之后 他把他的亲属再接过来 那就是变了一些他的担心 爸爸妈妈这种都接接过来 所以台湾很多我们的新住民 那他们很怀念他们的口味 比如说他要吃他的特殊的火腿 还是他的肉 所以他们就是夹带 偷偷招书 整个小孩开始扎 扎过来变成来帮我扎一个 变成交易买卖 交易买卖的时候影响就是什么 影响就是台湾本身起低 那他们怎么带过来 为什么他们胆敢 直接经过X光线 他是知道我们X光线不好吗 这第一点 我们以前就是 现在用真空包装你知道吗 真空包装包了以后 三个包包到满满满满 香水锅在噴两个 你一些天中的地上的膏 皮不透的味道 我们有些富国神狗 没办法你 真空包装很多问题 你没办法夹查得出来 但是现在最恐怖的时候 这X光线 台湾是2014年2015年这两年 我们花7千万采购 7千万采购 航金局里面一个口网 这个口网姓孙 他当时我讲真的 7千万 你买的X光线 还有包括你X光车 当时他已经发现到说 你这个X光太倒 运输带太倒 只要三秒钟 短短的三秒钟 你就要检查这一天要20万件 这20万件里面 你三秒钟 感觉你这台 现在我们看孙姓的客人 我们先插播一下 当时的采购是孙一鸣负责的 两个人进了交往 交往之后还自己有同游 还拍摄一些不雅照 摄诱他 对 摄诱他之后 甚至于他还 因为知道说中国台内的货品 不可以在哪里 公家机关里面 公务门里面不可以输 中国台内的采购的东西 他还套过台湾的戴手套 很夭壮 他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日本 送到日本OEM 组装啦 组装日本泡泡的 变成全片 是产地的概念吗 你组装说日本送到台湾 所以他其实是大陆货 然后跑到日本去组装 贴了日本标签 洗了产地之后进来台湾 跌浆水回来变日本 但其实他本质是大陆货 现在运输带过来之后 譬如说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是不是有一次有一个 人在老百姓说要出国去韓国 他就行李包包之后 要去找法国拿东西 突然去他家里一只鸟 竟然走到他的行李箱里面 一只猫咪 猫咪跑到行李箱里 那一只猫咪跑到行李箱里面 其实他这个人为什么会爆发 他到韓国去旅游 韓国的机场海关 打开说你怎么来一只鸟 他也不知道 这在我们海关没检查出来 我们海关后来说 有 我有看到那个东西 但是我以为是压伤 我说你如果说东西 那只招财猫 猫怎么会变压伤 强词夺理 你如果说那只是招财猫 我们还相信 因为有个猫的头 所以就表示我们X光机很烂 为什么很烂 更夸张的是什么 他当时采购的时候 我们讲机场里面 你每天进出的就是人而已 你一个人让你带20公斤 你好好一点 让你带50公斤 你坐商务船 还是那个头等商 我讲最可怕的是什么 海关 海关它是货运 货运那个货柜 20丁40丁的问题 较恐怖 早期我们在海关里面 查货的那种 比如说X光机 它可以穿透27公分 20几公分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屁股我X光 去不去 一点钟里面 我可以救20咖 20咖的这个会贵 但是这20咖 我2018年 最新的 2018年 不然就转身 我们中华美国最新的 一点钟变 可以减着12咖 12咖 12咖 竟然可以透彻28公分 多1公分 而且速度很慢 速度很慢 我讲说真的这些走私的 那之前是不是 还有把柴油当蜂蜜的 人家的油是很危险的 他以为那个是蜂蜜 对啊 所以我说我们讲真的 影响我们台湾本地的 一些农民也好 还是我们的一些经济 这个是很严大的 很严重的一个疏似 好 所以我们的院长又发飙了 你不在跟院者协商 真的吗 不要协商啦 不然你也跟走私 业者协商好了啦 被外面查到走私 采访过来自己讲一堆理由 你们只需可以解决吗 行政院长讲国家行政院的态度 我们找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X光机给X光机 结果发生破口 那你们还在这跟我院长讨论方法干什么 我不跟你讨论方法 方法你拿出来嘛 让我这三两年多赖 全体的方法破口 商量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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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6 4 7 1 1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